今天我们来关心事蓬勃的报道 独立机构分析现在显示 华为最新的智慧型手机 这款Pura70系列 搭载是由中心生产的 麒麟9010高阶处理器 在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围堵之下 华为现在仍然是可以持续更新 它的在先进的晶片上面 事实上您还记得吗 我稍微带大家回顾一下 去年华为发表的这款 Mate60 Pro的智慧手机时 使用的就是麒麟9000的处理器 当时美国官员还认为说 华为你是没有能力 可以生产7奈米晶片的 现在也确定新的手机这一款 Pura70在经过拆解之后 使用的晶片正是透过 画面上您看到了 所谓的7奈米再加N再加2所生产的 什么意思 白话文来说 就是原本7奈米的一个加强版 换句话说 在禁令之下 华为的这一款晶片 仍然可以在持续的升级 而且效能的部分更是提升了 较前一代增强幅度达到10% 零件的部分 现在大家也关心是说 确认了高达9成的零件部分 主要都是大陆自己生产的 这个录制的零件 主要的供应商 这边画面上您看到 念几家出来 包括了有蓝丝科技 长营金蜜 还有京东方等等 达标率相当的高 那么另外一头来看到的是根据报导 竞争对手美国 现在眼看华为 来世中生 自己封锁没有用 现在找上了盟友 一起来帮忙 来看到的是日本 南韩 还有荷兰 都可能来帮忙 一起对中国大陆执行 更严格的出口管制 这当中包括阻止 自己国家工程师 在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工厂工作 限制他们也对 中国先进半导体厂 来进行后续的检修晶片 生产工具的服务 我们看到华为 去年发布搭载7奈米制成的晶片 让美国紧张 现在Pura 其实还是升级版 逼得美国得找上盟友帮忙 但是有用吗 加入这些日韩 荷兰一起对中国大陆造成的压力 会有多大 蔡委员怎么看 这个半导体要再打压中国 是有点困难 就以华为为例 因为华为有一个 我们称作台积电的叛将 但却是中国晶片代工之父 叫梁梦松 它的技术水平真的非常的高 因为以前 它14奈米要跨进7奈米 就是它帮这个中芯国际给突破的 那现在做7奈米的时候 前一段时间 它刚推出来的 华为的那个什么 魅6只是用叫做7奈米 M plus 1 就是说M plus 1是表示说是优化 第一个阶段的优化 第一代的优化 M plus 1是第一代的优化 是被论人说 顶多是8奈米9奈米 怎么有到7奈米 可能是假的7奈米 可是梁梦松推出了所谓的M plus 2 百分之百是真正的7奈米 有人传说 它已经到M plus 3 然后就跳到5奈米了 所以这种优化 你除了光科机没有办法改变以外 它可以优化 就整个自成的优化 这个自成的优化是一门很高的一个科技工程 就像说那个F16战斗机 加上V 往后这里加一点 那里加一点 加到时候可以跟F35拼 这刚刚那种概念 那它真的做到了 就是说重务曝光 到底线路会模糊 那个奈米差距会扩大 但是经过某种特殊的优化校正程序 它多赛几次还是一样 那只是良率会比较差一点 成本高一点 但对华为手机卖的下下叫 都不差这一点钱嘛 对不对 所以它负担得起 那负担得起 中芯国际再少赚一点的话 那就过去了嘛 所以基本上这个程序 也是突破的被封锁很大的原因 回过头来 他说那以后我不要让这个 荷兰的工程师 去帮你维修DUV有没有 这个叫实不我宜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吗 DUV在中国已经有十年了 已经培养了一大票年轻的工程师 他整天就跟机器睡觉了 他怎么会不修你 不会修机器呢 那在荷兰只能说 那我可不可以把你那个 维修如果是美国制造的零件 我就不拿来维修了 这也不是问题了 因为DUV不是新机器 DUV是老机器 在新的形式 就像比如说F16 这个F16什么ABCDE 就这样来的 很多零组件在中国大陆都找得到了 不是问题 所以对于说美国要禁止 所谓的荷兰工程师 其他工资帮中国大陆维修 那个太慢了 如果找个五年十年还有机会 现在中国大陆已经自己培养出来的 他们每一次如果赫兰工程师来的话 一看都是年纪比较大的 差不多五六十岁的 底下跟在他旁边的中国工程师 都三四十岁 那个修这个机器一点问题 维修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所以我是觉得美国弄错了 那至于这个所谓的70-90-10 那的确我讲对了 七奈米Mplus1 对不对 这个我个人判断 应该他们的五奈米已经在路上了 已经在路上了 就是N加3嘛 因为卖得好 我想科技公司就有个特点 我卖得好 我就可以高价买成本更高的没关系 然后你说美国来跟我竞争 iPhone手机可以跟我竞争 iPhone手机你本来就卖得贵 那我赚得少 对不对 你赚得多 你有股价压力 我华为也没有股价压力 就像一来的话 他很快就可以推出五奈米的 这个以前我跟他讲说 大陆会推出七奈米 都把我骂得臭头 怎么可能啊 就是再出来了 三奈米是一个极限 DUV的极限 可能有困难 但五奈米真的不是DUV的极限 这个美国人想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轮 针对华为的晶片打压 美国会完全崩溃 毫无赢的机会 只是会害死他们自己而已 为什么 这个也不能卖 这个也不能卖 对不对 不能卖就把中国大陆的设备厂商 也培养出来了 中国大陆刚开始做了很多 因为半导体不只是光刻机 整个设备 刚开始我就求过他们 所以你敢把他出自烂造 他说不得已 没人买 现在不是啊 现在几个大厂都要买 因为外国买不到 只要买自己的 买自己的有钱了 以后他装扮就好看了 对不对 各方面的设备就一直加强 技术是在的 只是你要做到一个产业的机器 有一定的规格 有一定的稳定性 现在都通得出来了 所以中国大陆的晶片制造 到达7奈米已经是一个巨人而打不倒 而且更惨的是什么地方 7奈米以上 中国大陆会全部封杀全世界的产量 他现在14奈米以上 已经占了全世界六成了 那你如果在他7奈米 再更优化成熟 我老天爷 他成本会一直降低 不会像现在这么高 他越做越精熟 越做成本就越低 那成本低有竞争市场竞争用势 我就不晓得 美国你凭什么东西来打压 是 这个叫做拿砖头砸自己的脚 好 这一节 来看到是现在大陆开始 对台湾事出善意了吗 大陆的文旅部最新表示 大陆将会率先来恢复福建 居民到马祖可以做旅游了 并且在平潭到台湾的海上客运直航 副航之后会恢复福建居民 赴台的团队旅游 我们来看到 我们的这个交通部长王国才 认为说中国有释出善意了 但是他还是认为 现在释出善意的幅度 还是太小了 因此针对6月1号 是否开放团客到中国大陆去旅行 还是需要来做跨部会的讨论 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过去小三通 一年大约30万人次 九成在金门 现在看到大陆这一次解禁了 但是只有开放福建到马祖 怎么解读第一波的这个解禁令 委员 这基本上是想要打开小三通的观光旅游之门 因为福建到外面旅游的不如整个中国大陆到外面旅游的 福建到马祖旅游的也不如到金门旅游的 所以这个是敲门时而已 也就是说这一次的国民党的党团到大陆上面去 基本上希望能够争取到大陆庞大的观光客 来支持花莲震灾以后的复兴的工作 这个是一条很长远的路要走 那复兴的工作就要靠观光 因为花莲基本上没有什么生产事业 而且这个交通也不是那么便利 所以只有观光客会比较积极的进出 那这一点方向是对的 不过大陆现在开放 他的这个基础动作是在看你民进党怎么回应 所以等待民进党你看一看 是用什么态度来迎接 那看起来王国才或者周永辉的态度还好 但是他们不是决策者 决策者一定是什么 那个什么吴钊燮的国安会 这些人去做决策 还有陆委会邱隋正去做决策 那所以等待520之后 这些新冠上任 那再去做出一个对应的措施 但是这里面表示大陆借着这个 傅昆吉所代表的国民党立院党团 然后这个做一个所谓宣誓 宣誓幅度很少 那暗示的幅度很大 我们持续要来看到的是 接下来520会不会成为一个关键 接下来的关键是说总统赖清德 他即将要发表演说 我们也在观察说大陆是否在这个时候 才可能比较确认是说 会接下来会有更多的陆客开放来台湾 当然是520的就职员说是一个参考的标准 标准之一 并不是全部 特别是大陆和台湾这几年磨合 其实他很注意一个就是听其言观其行 就是你说是一回事 那你怎么做又是另外一回事 特别是这个蔡总统这两任以来 那大陆不断的给他所谓的这个 你的答题还没做完 后来发现很多题他根本跳过 他也不想答 因此就是造成两岸目前这个状况 但总体来讲 我们看就是美国之前这个AIT的主席 多次来台湾 然后美国政府其实和这个赖准总统 事实上 针对他的这个就职演说 应该是双方已经磨合很久了 那其实就美国目前的大架构来讲 选举是美国政府最重要的 你台湾在这个当口 其实千万要少给我出状况 也就是确保两岸的风险降低到 那美国可以欢迎的这个状况 也因此就我们从这大格局来看 那赖总统的这个520演说 应该不会有什么太跳动 或让人家非常压抑的这些宣誓 我认为还是就他这几年的一些 这个老化重谈 应该还是这种这个味道 而且很大程度来讲 就是这个 就是菜归赖水这样的一个态度 特别我们从他很多国安 还有一些这个相关的人士等等 都是沿用救人 只是可能位置换了一下 因此他的既有的思维和做法 应该还是延续以往 那总体来讲 我认为这个就职演说是一回事 但真正要重要的是 相关重要的部会 比如说陆委会等等 一些重要的机构 有关这个两岸是不是 这个观光客对等开放 我认为可能看相关的人士 他怎么做 政策怎么出台 我认为这可能更为重要 是同样 那我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委员 就是说 接下来520 是不是一个关键来观察 是说 中国大陆对于台湾 这个观光下面的开放 这是第一个 也没有什么红线 这是第二个问题 赖清德一定会在520演讲里面 对他的两岸政策有所表达 但是我认为不至于脱离这个 蔡英文已经前进到了两岸 互不立所的阶段太远 应该不会后撤 但他最近有放一个软调 他称自己叫做民选的合法政府 他没有讲清楚这个政府 是主权政府 非主权政府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某某胡国是民选合法政府 你应该用民选合法政府 来对待我 大概有这个含例在这里面 那当时 属于国家定位 两岸关系的定位 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 已经不是政府合法 不合法的问题 那所以看赖兴德怎么表述 如果跨过大陆所认为的红线 那问题就比较复杂 如果没有跨过的话 大陆现在在大所谓 太平洋两岸架构 中美要缓和情人 他也会想办法缓和台海两岸关系